如今已51岁的木村拓哉,是日本歌手、演员、配音员,已解散的日本偶像团体SMAP的前成员。 2000年时,与歌手龚腾竞相结婚,并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,生下木村新美与木村光希两个女儿。 木村拓哉的戏剧之路,可以说是一路开外挂,她从16岁就开始演戏。 1991年雨,中居正广,道源无良、孙且行、曹简刚、香曲盛无,组成男子偶像团体SMAP并语歌曲《Can't Stop I!》 Lovink正式出道,1993年,木村拓哉评级爱情白皮书,以男二角色开始背注异道。 该剧讲述的是原田奈美,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上,对挂居宝一见钟情,在进入大学后也积极追寻着她的身影, 并和挂居宝吉他的其他三个朋友,结成了温馨的团体明日会,发生了一系列温情动人的故事。 1994年音演出电影《足球风云》,而获得10元玉刺良心人奖。 1996年木村初次挑大梁,主演富士岳酒剧《悠长假期》,无论收视率和评价都相当好,首次演男主角就大放异彩,当时甚至造成周一街头OL消失的盛况。 1997年,与松龙子合作主演青春偶像剧《恋爱世纪》,该剧平均收视率为30.8%,牧村凭借该剧,第二次获得日剧学院上最佳男主角。 1998年,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《选一类电视台》, 是剧《沉睡的森林》,由《野泽上》编剧《钟江公》,《泽田莲作指导》,由《中山美岁》,《牧村拓哉》,《仲村亨》,《中山玉街》等主演。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,一位神秘少年一腾直记,他要找出所在大庭记忆深处真凶的故事。 2000年,《牧村》首次出演周日剧场,与长盘桂子主演《美丽人生》,等剧在日本平均收视率32.3%,最终化创下41.3%,近30年单集最高收视纪录,被视为经典作品之一。 2001年,《牧村拓哉与松龙子》出演的Hero,主要描述一名中学毕业,形式与众不同的检察官。 以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探求真实,本剧也是《牧村拓哉与松龙子》。 自《恋爱世代》后,再次创下收视记录的合作,平均收视率为34.2%。 2003年,由日本TBS电视台播出的周日电视连续剧《梦想飞行》,这也是《牧村》及《美丽人生》后,第二度主演TBS电视台周日剧场。 2004年,《冰上汉将》是日本富士电视台,首播的冰球题材爱情电视连续剧,该剧由钟江公、泽田连作等人指导,野岛深思编剧,《牧村拓哉》、《竹内节子》等人主演。 该剧通过冰球运动,讲述了一部《带有泪水和欢笑》,青春爱情励志的电视剧。 2005年,主演赛车类电视剧《安侦》,《游锦上游美子》编剧,《牧村拓哉》、加藤小雪等人主演。 该剧讲述了一位个性帅真的过期赛车手,与12个年纪不同的工人院孩子,以及一位美丽女老师的故事。 2007年,主演电视剧《华丽一族》,并凭借该剧第七次获得日剧学院赏,受该剧影响,外景的神户式入境游客超过1000万,创神户入境游客流量史上第二高。 2009年,主演侦探剧《Mr.Brain》,在剧中饰演科学家《九十九龙界》,该剧的周边商品见到面包,成为山奇面包史上销量第二高。 2010年,主演科幻电影《宇宙战舰大和号》,该片最终票房为41日元,为日本本土电影年度票房排行榜第四位,并被选为朝日新闻2010年度十大最佳影片。 2012年,主演电视剧《人生无价Price West》,并凭借该剧第九次获日剧学院奖最佳男主角,该剧播出后,带动剧中关键道具保温屏热销。 2014年,主演破案题材电视剧《Hero 2》,饰演检察官九力生公平,并凭借该剧,获得第82届日剧学院奖最佳男主角,这是他第十次获得该奖项。 2017年,再度与竹内节字合作,主演医疗类电视剧《LF深爱的人》, 故事以遗远为舞台背景,讲述了一个充满了爱情与欲望、友情和极度纠纷等各种感情问题的故事。 2018年,首次担任游戏中主角,在《PlayStation 4》游戏《审判之言》《死神》的一言中,担任游戏主角巴胜龙之的CG形象,以及为该角色全程配音。 2019年,与长泽雅美共同主演,根据《东野归无传名小说》,改编的悬疑推理电影《假面之夜》。 2021年,主演电影《假面之夜》,该片是电影《假面之夜》的续片,讲述了刑警星田浩介,再次因为凶杀案件进入酒店潜入搜查,与酒店职员山岸上美一起破案的故事。 2022年,主演电视剧《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》,是朝日电视台出品的体育题材电视剧,由和和勇人,心眼合成指导,福田靖担任编剧,木村拓宅主演。 该剧讲述了深感人生无望的退役拳击选手,在带着高中学生练习的过程中,找到人生的意义的故事。 2023年,主演电影《传奇与蝴蝶》,该片为《东映七十周年纪念作品》,讲述了枝田信长和支持他的妻子农姬坚,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日本战国时代,武将支田信长与正气农姬,因政治联姻而相识,他们虽然互相仇视,但同样怀有统一天下的梦想,从互相仇视到不得不联姻,再到逐渐结成强有力的盟友,一起向着统一天下的梦想前进。 2023年,目前正在热播的封肩公亲,教场灵,剧情讲述封肩公亲,在担任警察学校教官之前,作为刑事指导官负责教育新人刑事,那里被称为封肩道场,是年轻的精英组刑警与刑事指导官,封肩公亲组成搭档, 通过调查实际的杀人事件,使之学习作为刑警的技能的培养系统,这次一口气回顾了,木村脱灾迄今的演艺史,可以看出他在出道于30年,这段时间里对日本影剧潮流文化,带来的巨大影响力,让木村脱灾这个名字,成为某种世代的象征,也许时下的年轻人,已经无法体会木村当年魅力,但就像木村本人说的,不留恋过去活在当下,就让我们期待, 下一个十年的木村,还会带来什么惊奇吧?